你还这么多 还这么一点呢 你把他们重坏了 我告诉你 真的太累了 我以前真的太累了 我这个还要花6000块吧 还差一点点 我们老家又是农村的条件又比较差 我也不想一辈子为员工 你本来就该死了 因为你没有生存下去的女人 34岁的丁普勒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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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长期的加班和工资压制 终于计划了车间工人的矛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气。 你持工了,你把所有的先截清吧,是不是,这有什么关系吧,这上面写的净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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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净 怎么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吧 你告诉我 这位你怎么跟他们解释的吧 你们现在担心什么问题吗 在老板的这里你们是有什么问题说 这个桥他一说没算算 那个桥他一说没算算 那个桥他一说还要当最大桥他一说还没算算 为什么没算 为什么没算 告诉我 哪里有呢 我告诉我为什么没有算 我们怎么清楚呢 是不是没做完 那就是了吗 没做完 所以这个就是 你们现在是一个团体你明不明白 不是你把工序做完了这个事情就完了 是整一个这一个工序做完了这个事情才完 明白吗 你们是一个团体 还咋回回给他们解释过 怎样说呢 关于这个 我告诉你们以前你们这种做法是本身就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必须用工序卡 谁接受不了的谁可以走 这是公司的制度 必须执行 没得谈的 但是按照工序卡来做 公司不会少任何人一分钱 这是清清楚楚的谁做的多少 清楚的不得了 还有不明白的没有 还有没有人不明白 像艾奎一翻训之后 工人们一生不可能回去工作 至于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矛盾 是主管船拉不到位 还是管理出了问题 这值得引人生死 主管周斌也觉得自己跟不上改革步伐 两个孩子都是大学毕业 孩子们也经常劝他 早点退休回家休息 但是仍然想着拼搏的周斌 还是选择奋斗在一线 可事实上真的如此 这天 人事经理和向艾奎回报 在五金车间里 出现了人为分配不公平和照顾的情况 原来周斌利用车间主任的职位 收了员工的好处 关系好了就夺卖 甚至造假工序卡 向艾奎知道后 直接指的 这已经触及到了他的底线 周斌现在是返天的 什么情况 哎呦 出来的 搞得他就没去吧 搞得人家差点 我们从五月份开始推牛承卡 一直推动不了 那么我觉得这个跟周斌的 私心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牛承卡 它是一个公开透明的东西 那这个把它的管理 就完全管理的问题 就是管理的结果 可以暴露出来 包括那天 还反映的这个工人就说 他已经做这个工序 做了好几天了 流程卡都没有发到 都没有给到他 那像有些人的话 就是说呢 哪怕手上东西还都没有 材料还都没有回来 但是他的流程卡 已经发出去了 六月份一个月 我也走了十二个冲压工 那我做了多少我就不讲 搞得人家不穿 尽管曾经是一起奋斗的伙伴 他也毫无犹豫地开除 周斌此刻还在开心地笑笑起 被人事喊来谈话前 他不知道 暴风雨即将来的 我这个公司里面 我又没有台湖密切 这个你们评审 我要这样的污蔑一个人 你们要是跟我打赌 我这是不得公司 你们把我开出不得公司里面做 从那天没有人拿来做的 我看你们到时候谁也是谁的心情 敢不敢慢慢走 敢不敢慢慢走 这种地方 我不管你怎么样 我们只是看一块时间 如果我们打赌 那我们就一直持续 我们普京车间 特别是冲压工岗位 为什么流动率会这么大 其实一直以来的话 大家对你的工作分工 工作分配 是有意义的 最终周斌 还是在辞队书上签了字 跟厂长体面的道理 从此分道扬边 一个月后 厂长的侄子又选择了四季 理由也非常回销 我有个侄子 把我气崩溃了 他也跟我说 他说到给我摊牌的时候 我说为什么要跟我 他说我反正要走了 你同意不同意我都要走了 我说那你要走了 没关系嘛 好好发展 那办手续嘛 他就跟我说 那我的工资能不能马上结给我 我说工资要走流程 这个会结给你的 但是要走流程 他说他后面就给我发了一个 这个亲戚白做了 但是他不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 在城市里面是一定要靠自己的实力去 去争取 去争取 去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东西 这样说往往会得罪人的 我得罪很多人啊 哈哈哈 老板怎么说呢 站着说话也不妖可 怎么说 那你先学 先忍着 呃 后面 后面呢 我们来 江爱奎出生在湖北省的一个农村家庭 当年中考时 江爱奎考到了全校第二 但却在最后填包志愿的时候 选择了一所中转 因为家里的经济情况 完全支撑不了他主观大学 选了英语专业的江爱奎 完全不被人认解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赛道 才能发光花热 2000年 江爱奎在中转提前毕业来到顺德 凭着敏锐和出色的能力 第三年便创办了自己的贸易公司 直到2010年他开始开场做实业 很多人只看到他表面的光线 却不知道他背后的删除 不可否认 江爱奎是一个合格的老板 心情和友情 在工作面前不能相提并论 车舰主任尽管有十年的经验 但是管理经验缺失 思想也不随之改变 江爱奎干净利落的选择开除他 只是自由亲属关系 认为有这层关系便能一路开绿灯 殊不知江爱奎最看重的还是能力 经过了流程卡改革和美国订单反攻后 如今企业已经顺利转型 马来西亚的新业务有了进展 工人的工资也顺利开始发放 七伟强这个月拿了6,900 足以支撑他怀行现款 我是达 吃饭想给你高分好评 咱们下期见